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阿N 与阿N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邓碧云的戏剧人生 邓碧云在1924年在广州出生 13岁来到香港 他曾经在香港陪到中学读书 他自幼喜爱粵剧 其后他投入粵剧导师 《少兰芳》的门下 学习作戏 14岁就开始登台 初初在万年青剧团做梅香 后来他曾经参加过《九重天》剧团 《太平》剧团 和《女儿乡》剧团等等 而当时《女儿乡》剧团 是全女班的 在15岁的年 邓碧云在《感天花》剧团 擔光做《正印花弹》 邓碧云擅长演出多类型的角色 他几乎每一样都能做得好 每一样都很精 此外他亦都能反串文武生 即是说他可以做《胆角》 亦都可以做《生角》 在语言方面 他懂得相当多的地方语言 比如说《中山画》 《顺德画》 《四一画》 他都懂得 所以他亦有一个万能弹后的称号 他后来加入了《太平》剧团 之后在抗日战争时期 他亦都曾经走难到澳门演出 首先在《感天花》重组 和何非凡拍档 之后他在澳门的明星慢慢崛起了 在澳门演出一轮后 后来又回到广州 加入《感天花》剧团 和郑碧影合拍 合称《大势逼者》 后来他亦都曾经和白玉堂 梁省波、张活游等人 自己早班成立《逼云天》剧团 《风火送慈云》一剧 由《逼云天》开始开山戏 当时是大修旺祥的 在1950年开始 邓逼云开始进新电影圈 开始接拍电影 第一部电影就是《风火送慈云》 其后大部份电影 他多数都喜欢拍喜剧 其中以刁蚂色虎、傻大者 和信德马者这些形象 深入人心 和他同期的正印花旦 譬如说 凤凰女、罗艳卿、余丽真、吴君丽、于素秋、蓝虹、临凤等 这七个人 他们组成了一个会 或者是结议金蓝 可以叫做 八卯丹 当时邓逼云就是蓝卯丹 叫做 到1967年为止 邓逼云总共拍过250部电影 并且先后创办过《宝宝》、《宝华》和《金碧》三间电影公司 这些电影公司出产过总共39部电影 1968年邓逼云开始转向电视发展 第一部电视剧是《幽不幽》 邓逼云曾经在《丽的电视》、《亚洲电视》、《佳艺电视》、《佳艺电视》、《无线电视》、《无线电视》演出过 接下来就和大家介绍一下邓逼云的一些首本粤剧 邓逼云的首本粤剧有什么呢? 例如《碧海抗争》、《多情万丽君》、《牛郎继续》、《花王之旅》、《红寡虎》、《花月东长记》等等 至于电影方面 比较多人记得的 譬如《柳门媳妇》、《恶家姑》、《寒相子》、《雪夜过程关》、《抢杂新娘》等 这些电影都是非常多人熟悉的 另外在电视台方面 他曾经主演过的电视剧 最为人认识的是 譬如《家变》、《变色龙》、《名流情史》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相当为人认识的 1980年代 另外邓碧云在《无线电视》、《TVB》拍过一套电视剧 就是季节 在季節,鄧碧雲在裏面飾演一個角色叫做《媽打》 這個《媽打》的角色相當成功,相當入屋 鄧碧雲亦因為《媽打》這個角色紅極一時 所以很多時候,觀眾都稱呼他為《媽打》 而不記得他叫鄧碧雲 後來他接拍過很多部港產片和廣告 都是以《媽打》這個形象來演出 直至1991年3月25日,鄧碧雲因為肺衰竭 在香港病逝,享年66歲 為了紀念鄧碧雲在演藝上的成就 他的家人以母親鄧碧雲的名義 第二,捐款給香港慈善機構 很多慈善機構的服務中心 都是以鄧碧雲來命名的 譬如說,有保良局鄧碧雲紀念幼稚園 這就是位於大埔廣福村 另外亦有仁濟醫院 位於石結尾的一間長者中心 亦都是以鄧碧雲來命名的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鄧碧雲的戲劇人生 分享到這裏 亦都暫時告一個段落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阿恩與阿娘頻道 下條片繼續和大家分享鄧碧雲的故事 拜拜